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美国超级科幻大片 超级杀大战机械杀 电影一开始,一艘美国的轮船正拖着一个大冰块 船上两个飞鱼罐头味的龙套兄弟正在下象棋 突然他们感觉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原来他们拖映的这个大冰块正在碎裂 接着从冰块中冲出了一只超级大鲨鱼 它的鱼翅大到能满足半个广东省的鱼翅需求 而它的体型至少也有100米 而且力量十分的强大 一个神龙白尾就把轮船抽上了天 然后轮船飞到了埃及 我去真的是埃及 接着这件事情被新闻媒体大肆报道 似乎是为了凑足影片的市场 所以这里用了10分钟显示各个国家的新闻画面 必须要提一下的就是中国的新闻画面 大家先听一下这位中国女记者的普通话 接着男主和女主出场 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男的是一个武器研究专家 他研究出了几个机器鲨鱼 妻子是这只机器鲨鱼的驾驶员 鲨鱼的内部全部都是钢铁和现代化的计算机 但它也体现了美国B级片一贯艰苦补素的风格 驾驶舱的窗户里竟然有太阳光 而女主坐的这把椅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绝对是哪个网吧倒闭大处理的吧 还有这三个显示器 绝对是豪华VIP中P的大包间才有的配置 而右边的这个显示器根本就没有打开过 而男主和女主聊天用的摄像头 应该也是某个网吧 门口看自行车的摄像头吧 再看他们的聊天界面 左边的这个菜单栏真的是 太写意了 此时大鲨鱼也没闲着 全世界到处袭击人类 轮船海上游警都是它的目标 然后男主和女主就接到了美国军方的命令 让他们去消灭大鲨鱼 这次军方更是研究出了机械鲨鱼二代 这个二代机械鲨比一代更大更粗更硬 还配有鱼雷等高级武器 很快女主就驾驶机械鲨开始搜索大鲨鱼 但是当他们遇到大鲨鱼的时候才发现 此时的大鲨鱼已经是满级六神装了 神龙百尾直接把鱼雷打飞 而机械鲨也不是大鲨鱼的对手 于是男主重新给机械鲨做了一个智能系统 当然他的电脑也是那个网吧豪华VIP中P的显示器 这套系统可以无人驾驶 这次果然有效 两只鲨鱼打得难解难分 不过大鲨鱼更牛一点 把机械鲨扔到了悉尼 到达陆地后机械鲨竟然还有陆地模式 可关键时刻 智能系统出了问题 开始疯狂的进攻人类 把城市搞得一团糟 维基斯特女主决定进入机械鲨的内部 一个老太太钻被窝就钻进了机械鲨的嘴里 但她一个人似乎不行 机械鲨像吃了血脉一样停不下来 她再次潜入了大海 男主这下彻底慌了 她驾驶着机械鲨一带 打开几步 幽灵之梦正义荣耀 时速达到了六千 冲进了机械鲨二代的嘴里 成功的救出了女主 还启动了机械鲨的自爆装置 最后男主和女主逃了出来 大鲨鱼随着机械鲨的自爆 一起变成了红烧鱼 然后影片在男主和女主 潇洒的身影下结束了 看来美国人就是这么傻 那么大的鱼翅竟然不去捡 那么贵的东西老弟都没吃过 想想老弟我活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吃的最贵的东西 是安门县城超市旁边的 麦当纳全家桶 58一份还不够我一个人吃 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吃过最贵的东西是啥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有喜欢的哥哥姐姐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猪迪一只爱看电影的猪 我们下期再见